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普遍 但是也是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对家庭也好 对朋友个人也好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个人是特别反对家暴 不管是家暴我反对一切的暴力行为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至少让喜欢我的人看到 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暴力这件事 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暴力这件行为 大家好 我是徐卫洲 脸上的伤痕会淡去 但是内心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面对家暴 你不该沉默 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世暴 即使遭遇了家暴 也要勇敢地站出来 对家暴说不 反家暴有态度 反家暴不沉默